我是国立交通大学资财系林志勇副教授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资讯管理与财务金融 那今天的主题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资讯投资决策与金融市场 此部分为研究相关成果的分享 那第二个部分是资讯不对称与银行决策 那此部分为计划的成果内容 那介绍第一个案例是庙宇庆典与赏户的投资行为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人有五千多年的传统 那大家到目前为止其实还会去看日子 去决定结婚跟搬家等等的重大事件的决策 那我们这篇文章其实就是要去看这个赏户 去参与参加庙宇庆典之后 是不是会影响到他的投资决策 那我们举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妈祖绕境 那我们发现在妈祖绕境经过的城乡市 那其实当地的当地local的这个券商 它有明显的交易量的上升的现象 那我们认为就是有些人就是会 因为这个庙宇庆典 那去拜拜求发财金 那希望能多赚一点钱 所以他们就多做一些股票的交易 但是此类的交易行为 其实是一个非理性的交易行为 所以我们发现此类的这个 因为庙宇庆典而去做投资的散户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负的异常报酬 会赔很多钱 那第二个案例我们分享的是 下雨天与散户的交易行为 那从行为财务学来说 通常下雨天的话心情会比较差 那晴天的话心情会比较好 会比较积极比较冲动 那下雨天理论上会心情比较不好 所以理论上应该交易量会下降 但是我们这篇文章 从一个理性的观点出发 我们发现这个下雨天的时候 散户其实会更专注的 在股票交易市场 那他们会用去搜寻更多的资讯 他们会去Google search 更多的散户的这个个股 那做更多的这个资料的分析 所以他们的这个交易会比较有效率 那我们也发现在下雨天的时候 其实这个市场的整体效率性 是有所提升 所以这个散户在下雨天 其实会更专注 那更努力地去搜寻资讯来做交易 所以他们的这个performance 是相对来的比较好 所以可以得到一些正的这个异常报酬 那第三个例子我们分析的是 这个过度自信的经理人 那我们过度自信的经理人 其实他会有一些特性 那他会高估这个自己成功的几率 那低估这个案子失败的风险 所以他认为自己永远都会成功 所以过度自信的经理人 其实会认为自己的公司 其实是前景大大看好 所以他会认为我们公司 一定要借到低利率 那他会透过什么手段 去借到低利率呢 他会去提供这个单薄品 或者是接受银行的贷款限制 那去降低他的利率 那在我们的均衡模型里面 我们发现这个银行其实也会接受这样的行为 因为银行只在乎到底能不能拿回他的本金跟利息 所以当这个过度自信的经理人 用这个抵押品或借款限制 去交换低利率的时候 银行也会接受 那此类这个的均衡其实是一个很合理的均衡 那我们发现这个现象其实在小公司更景气好的时候 这个现象会更明显 那第四个案例我们分析的是这个放空者 与这个银行的贷款决策 那最有名的例子其实是一部电影 叫这个Big Show 大放空的电影 那电影里面其实分享的是这个放空者的避险基金 他们会去找寻一些这个次级房贷的相关产品 那因为他们会高估这些产品的价值 所以这个Hedge Fund这些放空者 会去放空他们的这个相关的标的 那我们这篇文章其实也有相同的经济意涵 我们发现这个放空者有他的私有资讯 所以银行端其实可以观察这个放空者的交易行为 去决定哪些银行哪些借款者 应该收取更高的利率或收取更低的利率 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放空者的私有资讯 其实有助于这个资本市场的效率 那银行也会利用这个资讯去做决策 那第五个历史我们发现的是 这个银行跟客户的化学污染 那在这个环保意识高涨的年代 那极端气候越来越严重的现象 我们发现银行其实是可以去改善客户的化学污染 那我们用一些实证的分析 我们发现这个银行可以利用收取高利率 或一些其他的条件 去要求借款者去降低他的化学污染 去改进他的环保表现 那这是我们第五篇的相关的研究 那第六篇相关的研究 我们做的是川普跟他的全球股市的表现 那我们发展了一些这个 全球股市的不确定性指标 去衡量这个所有的全球的公司 到底对于川普上任来说 到底会有多少影响 有多少不确定性的影响 那我们提出的指标 我们发现这个不确定性越大的公司 其实在川普上任的前后十天 他的股价表现是相对来的差的 也就是说这些这个全球的股市 如果有曝险 在川普的风险曝险下更高的时候 其实他的表现会相对来的更差 那接下来的部分 进入我们计划成果的部分 那本计划其实提出了一个 这个银行阶级的指标 那我们提出了一个 这个资讯揭露的指标 去衡量这个银行的基础揭露品质 那我们用的是FDIC的资料 我们去下载这个数百万笔的文件 然后去分析这个银行揭露的指标 那我们的例子就是 我们从2001年到现在 那我们的举例就是这个例子 我们发现这个从财报 或者是资产负赛表 或现金量表 我们可以取得大量的文件 然后我们分成三个类别 就是指项目 母项目跟群组项目 那我们去算这个 所有项目里面的这个遗漏值 然后导推出它的这个非遗漏值 当作我们的揭露指标 那我们从指项目去做加权平均 再算到母项目的加权平均 最后加总到这个组别项目 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出 这个所有银行的这个DQ的指标 这个财报阶级的指标 那我们发现平均来说 大概是0.8左右 但是在这个金融海啸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 有一个很大的向下的jump 那这个jump其实是所谓的 这个Docufank法案的一个执行 那在这个法案里面 他们规定这个超过10个billion的大银行 其实必须要持续揭露很detail的指标 那但是对于小于10个billion的小银行 其实他就可以 就是不再需要提供这么多detail的文件 那当然他们的业务也受到大量的限制 那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法案的通过 去看这个我们DQ对于银行的影响 那我们发现这个在金融海啸之后 法案通过之后 那大银行的DQ值从0.9降到0.8 但是小银行从0.8降到0.4 所以我们发现小银行 其实有大幅下降 它这个资讯揭露的现象 那我们发现这个大幅下降 资讯揭露的现象 其实会大幅提升这个银行的资讯不对称 而且会大幅提高银行的这个信用倒闭风险 跟坠落风险 所以就验证我们的指标是 可以衡量这个银行的揭露品质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 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银行揭露的指标 那我们可以应用到 这个所有的全世界的银行 那我们发现这个 你的揭露指标越好的时候 你的资讯不对称越低 那你的信用风险跟倒闭风险也会越低 所以这个个别银行的稳定性就会上升 那我们进而可以去算出整体银行的稳定性 所以在政策银行上我们提出了这个指标 可以去看整体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那除此之外 这个我们还有一些刚刚的研究团队的成员 那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 Fordern University的Yfkah Hassan 那也有香港大学的林泽君教授等等 是我们刚刚前六个合作案的相关的作者 那最后我们有一些这个计划的产出 我们发表了五篇文章 在这个Juno Corporate Finance 那Juno Financial Stability等等五篇文章 那我们有五篇在修改中的文章 那我们也得到富邦论文奖 那本人也很荣幸担任学术副编辑 在三个期刊担任学术副编辑 那谢谢大家的聆听